請問米露我性交不持久怎麼辦 性交不持久就是看醫生啊 不然怎麼辦 不然你就少靠一點啊 沒有別的解決方法好不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米露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頻道過失望了 先在這邊 再次謝謝大家 請照樣辦失望 舒服非常好 那我前陣子有拍一些關於男生看感情 或者是人際關係問題的影片 那反應都非常的好 像是怎麼在女友的姐妹群裡面 跟姐妹相處啊 或是我自己選女朋友的原則 或者是我分享一些我告白的經驗 大家好像都蠻喜歡的 我也受到非常非常多報名花們 在感情方面有一些疑問 或者有一些困擾希望回答 所以呢 我就在這支影片準備一次回答大家 我前幾天呢 就在IG上面發了一個線動 搜集大家有關愛情的小問題 因為我覺得呢 我常常看到一個問題 就會想把它解釋得非常清楚 但是問題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用這支影片 用比較簡短 用比較簡短的回答方式 儘量簡單二要的 快速的回答大家的問題 當然沒辦法講得太全面 但是我想說 有一個快速 然後乾淨俐落的回答 其實也蠻好的 可以舒緩一些 大家 也許很緊繃 很想要趕快解決的 棘手的問題 我發的這個東西呢 竟然我找到一個問題 叫做 請問米露我性交不持久怎麼辦 性交不持久 我就去看醫生啊 不然怎麼辦 不然你就少尬一點啦 沒有別的解決方法好不好 我想跟大家講說 有一些時候啊 我們是很真心誠意 想要幫大家 跟大家聊天 然後可以的話 幫大家一些忙 如果有一些困擾的話 希望可以透過一些 交流可以解決 不是這樣子 給你拿來 濫用社會資源的好嗎 好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今天的 米露的恋愛問題QA 那我來看看 分手三個月 但是前任太負面 一直把情緒上傳到IG 很無奈怎麼辦 我是女生 啊 這種問題呢 我相信大家以前多多少少都遇過 就是在結束一段關心之後呢 有一方 就是把之前恋愛的經歷 傳到網路上面 之後就可能就有一些討論啊 或者是有一些批評怎麼辦 我覺得吼 有些人 對情緒的抒發方式的確是這樣子 他需要寫下來 然後把它公開 他這樣子等於完結他自己的情緒 這是一種抒發的手段 但是呢 我覺得還是要底線 你可以自己先設定好 你的底線在哪裡 如果真的 對方講到一些你覺得太私密 或是你不接受 或是有一些被扭曲的事實 我覺得 還是要事實後的站出來做溝通 當然是私底下的溝通 不要一開始就公開來吵架 這樣對兩邊都不太好 私底下好好跟對方說 解釋自己的想法 說這樣子其實有造成了一些困擾 我覺得對方是有可能會理解的 好 下一題 不知道為啥突然不理我 我私底下找他 也封鎖我們關係兵了一年半 我們之前是很好的朋友 我覺得突然斷了聯絡的 可能性有非常多種 你們可能之前是曖昧的關係 或是你們真的是好朋友 但有可能是你們原本維持友誼的關係 但其中一方呢 發現說 欸 對方好像喜歡我 但我其實沒有那個意思的話 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慢慢疏遠跟這個朋友的關係 因為我不想造成誤會 呃 我個人經驗是這樣子啦 這可能也是你遇到的狀況 他可能就不想讓你誤會 他可能有察覺你對他有好感 但是他不想往那方面發展 所以他就選擇這樣的處理方式 嗯 有可能 然後再來 要怎麼樣跟男生聊天有趣不尷尬 我覺得 第一個就是 自然 不要為聊而聊 這樣反而男生會不知道怎麼處理 因為男生很不擅長去處理 所謂尷尬的場面 尤其是在練習的時候的男生 比較自愛自往 所以他們看到女生 處在那邊降在那邊的時候 他們反而會覺得說 欸 跟你聊天會引發很尷尬的狀況 所以選擇跟你不聊天 那怎麼樣跟男生聊天呢 你可以的話 就能力所及範圍內 你可以看一些 NBA啊 運動 或者是動漫啊 晉級的巨人啊 或最近的鬼滅之刃啊 或者是 呃 活影就太久了 新出的動畫 當季的心翻 我覺得這就是一些還蠻好的話題 或者是一些歌手啊 嘻哈歌手 我覺得男生也會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聽聽熊仔啊 OZ啊等等之類的 吳卓遠都蠻好的 那再來 女生高人該怎麼辦 阿圓有時候會高人一下嗎 高人的意思應該是不好親近 然後看起來比較難相處的女生 呃 如果你想要接近她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有時候是一種女生的 怎麼說保護色嘛 或是一種女王姿態 有些人可能因為生長環境的關係 她天生就比較高了 但是呢 我認為啦 在 求學時候的環境 通常的女生不太會有這種高人性 她基本上還是 熱意跟大家交朋友 只是她 外表長比較冷酷 或是 言談舉止 她比較 內向一點點 所以 你找到適當時機點 如果可以跟她聊天的話 我覺得是有機會當朋友的 下一題 呃 這個蠻好的 坐在我前面的男生 有時候會聊天 嬉笑她 然後訊息也會傳 會關心 例如早點睡之內 這樣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們在曖昧的意思 好嗎 看有沒有機會進行下一步囉 這是我的解釋啦 怎麼樣 讓喜歡的人也喜歡自己 很多人鍾持一生的目標 就是讓自己喜歡的人也喜歡自己 我喜歡愛優 我也希望她可以喜歡我 這個 大家都想啊 但這是一個沒辦法 很簡短回答的問題 如果硬要回答呢 就是想辦法靜靜她 關心她 找適當的時間 跟她多做說話 讓她認識你 這樣子 下一題 這個人直接打了愛妮莎莎的IG 欸妮莎 不懂 要怎麼樣知道 男生對一個女生是不是感興趣呢 基本上 她會為你做一些 她不會跟她朋友做的事 這就是對你感興趣 這個蠻好觀察的 相信我 用心看 真的會看出來 OK 下一題喔 女友交往前是那種秒讀秒回的女生 但是交往後常常塑膠 塑膠應該就是不讀不回的意思 交往前秒讀秒回 這就是交往前跟交往後的行為改變嗎 她有些人可能就是這樣子 她先前為了跟你成為男女朋友 所以對你很好 然後很主動很熱弱 但是發現 真的開始交往之後呢 有一些行為模式就改變 怎麼說 就去適應跟溝通跟調整 這就有些人就會是這樣子 交往前跟交往其實是兩種的 但我覺得啦 這也不要太看重這件事情 你要想的就是你可不可以接受 現在這個狀況的她 這樣就好了 我覺得這是最恰當的處理方式 如果不行的話 就是不適合分開 就跟朋友一樣啊 就是你們剛開始認識的時候 她可能是一種樣子 但真的跟你熟了之後 她可能會是另外一種面貌 那如果你想要跟一個人長久走下去的話 當然就是觀察你們在真的開始之後 她的狀態是怎麼樣 如果適合就繼續 如果不適合的話 就好好的分開 OK 下一題 那種浪漫的煩惱 男友願意為女友花大錢 可是女友不捨得 男友這麼愛花錢在自己身上 恩 請她去做公益吧好不好 捐一些錢給需要的慈善團體 我不知道這樣很好啊 她對你很好啊 如果你不希望她這麼做的話 試著去溝通 你可以跟她說 可以不用買那麼貴的禮物給我 只要你對我好一點 但是你可以提一個替代方案給她 比方說你不用 每個月花那麼多錢在我身上 但是你可以每個月寫一封信給我 有些人可能覺得花錢 是一種表示愛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提供她 另外一個表現 對你的愛的管道的話 她可能會去那麼做 下一題 認識異性的方式 多看米露的Youtube 在米露的影片下面留言 沒有啦 如果你是學生的話 可以多參加一些社團 或是課外活動 或是學校的活動 比方說什麼讀書會啊 聲音會 多去一些展覽 多擴展自己的視野 一定會遇到適合的人 真的 怎麼知道暗戀對象的底線 暗戀對象有分很多種 你們可能是陌生人 你們可能是同學 你們可能是朋友 不管今天是哪一種關係 就遵從你們原來關係的底線就好 不要去預局 預局是不會有好的下場 因為人家也不知道你暗戀他啊對不對 所以他沒有把你當作那個暗戀我的對象 所以就按照你們原來的關係就好了 不要有太過預局的行為 不然我覺得會適得其反 下一題 有時候會一頭熱的想幫對方規劃事情女生 我也會 我也是那種有控制狂的人 我看到對方如果閒著的話 我就會幫他規劃很多他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呢我自己可能就不會去做 我閒的時候我就會在家打電動了 我負責管理別人 但別人不要來管理我 我跟你一樣 沒有不好啊 但如果對方覺得不喜歡的話 就稍微調適自己一點吧 不然就是你跟著對方一起做啊 兩個一起變好 這樣子蠻好的 要怎麼樣讓兩朋友比較懂女生呢 你可以買一些書給他看啊 或是跟他看一些他可以接受的 你覺得有溝通到道理的電影 或者是書籍 或是一起看youtube 都是一些很好的方法 但是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要 群訓漸進 因為一下子給他太難的東西 他也沒辦法接受 哇還有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今天就暫時到這邊結束 喔有一個很扯 跟前男友交往的時候 他同時跟三個女生交往 但我還是裝不知道的繼續 為什麼 你應該跟他分手 為什麼要裝不知道的繼續 你可以接受一個人分成四份 然後給你一份嘛 今天你去買一塊蛋糕 你只能吃四分之一 今天你賺一千塊 你實際上你只拿到250塊 這樣你可以接受 當然是不好啊 當然是離開他啊 這種問題就不用問我了 果斷的跟他分開 OK 這個時候蠻多問題的 不然我們五萬訂閱的時候 我們再做一次變成迷霧頻道的定番 大家說好不好 好的話在下面留言 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就等下次QA的時候 我再回答喔 如果你對今天影片 我的講法 還有什麼疑問的話 或者是你是被我翻牌 就是你提問 然後被我回答的人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知道 今天大家提出來的問題 或我的回答任何的想法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會去看 以上就是迷霧今天的影片 迷霧的戀愛QA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迷霧的Youtube頻道 Follow迷霧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了 啊 先忘記講穿張 讓影片好長 算了 掰掰